猫伤完榴莲被人砍 不见料总来 榴莲砍完了 钟来回来了 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 不曾看过马华总会长退休以后 又重新出来 廖钟来跟公司节 几乎在政坛上已经销声匿迹 五年 根本没有在民间做出任何的服务 大雪临近 还突然间冒出来 那个投机本色非常强烈 猫伤完榴莲被人砍 不见料总来 榴莲砍完了 钟来回来 九万颗榴莲树被国政政府砍 种榴莲的华裔农民 酷天抢地 血本无归的时候 请问廖钟来在哪 马华根本不闻不问 选举一到就冒出来 其实我真的很不明白 我看到这一个报纸 马华过期政客纷纷回窝 我只有一个反应 恶然震惊 难道马华没有人才了吗 需要已经退休的人又重新出来 这就是魏家祥的领导 清皇不结 人才凋零 现在相比之下 大家可以看到 行动党潮气红火 充满活力 马华现在是差不多 不但是人才凋零 清皇不结 连已经退休的也把他拉出来 大选一来全部冒准 不要忘记廖钟来曾经宣布裸退 全面退就正 今天又再次誓言 其实这个对他个人的诚信 也不是一点好事 那么以后选民会问 到底你是讲哪一句话是真 哪一句话是解 你曾经宣布全面裸退 可是你今天又走来跑出来 选举一到就即刻来抢位 我是觉得有一点恶蓝